小朋友穿上迷你警察制服 跟随口哨声挥舞着手上的指挥棒 骑上迷你版巡逻警车 在场地内绕圈 模拟警匪追逐的日常 在这个抽奖名单里面抽到这个活动 然后我们特地从国外回来参加这个活动 警校单位和市府合作 趁着暑假让国小一二年级的小朋友 成为小小玻璃市小小消防员 冲锋陷阵驾驶十足 或者也可以当个一日市长 以真人版大富翁的游戏方式 实际体验市政工作的日常 小防队比较好玩 很刺激 然后那个盆火龙 我一直用枪镜线打火龙 一直做火龙 我觉得有一些很有趣 有一些很辛苦 市府表示小小市长营队活动迈入第二年 课程推陈出新 要让小小朋友对市政工作留下深刻印象 这些小朋友也会由市长亲自的导览 这个所谓的市长室 还有他平常办公的地方 在哪里签公文 在哪边跟我们市府伙伴开会 这些课程都是在去年我们办法活动 深受好评的一环 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寓教娱乐 让小朋友们有不一样的暑假记忆 欢迎新闻 陈明彦 可贯程王悠阳 桃圆报道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 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